众人围观着一身新娘服的人 但她的眼窝中为何突然久望 原来她竟是女装大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帅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 《这算是僵尸吗?》第二集 上期 瑟拉奎的故乡 在萨拉斯那里得到了不少消息 他们一位所指的最强怪物 虽然是河 而不在长期忍受 女装变态图形后 终于得到了好消息 米斯特厅已就修理完善 如此一来布局可以恢复 清白时深了 文化季竟然开始 春奈跑到布的班级里 为大家触摸划策 原来在友记和之后触摸下 春奈已经在同学们心中 刻下了高大影像 经过讨论 妖怪咖啡厅被大家惨纳 经过几天准备后 马上就到了准备的最后一天 布和往常一样称赛上学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他在路上碰见了一位 奇怪地吐血大叔 布跑去关心他 可大叔却莫不其妙地 交给布文明借着 然后就吐血离开了 画面一转 布和同学们正忙着准备文化季 春奈也在一旁忙碌着 制作奇幅物片 布再次来到粉朴身边 想要倾诉 这次他不再是 吐槽自己的糟糕遭遇 而是分享着 自己感受到的青春喜悦 可一直以来 经常着布的粉毛 却不同于往月 粉毛头一次露出 宝和伊的表情 他在话语中 诱着对于被亲友背叛叛 随后布回到家 正好等到了 令人这么的好消息 米特斯天魂了 布机动晚分 连夜将自己的人生耻辱 消水待见 转日布完全满情复活 可当他心事高涨的 来断王季时 他才知道 自己是过不去 女装这场了 布还没有享受过 告别女装屁的日子 他就再次被套上小裙子 还被要求 伸着小裙子 环绕一圈 途中众人路过了 游记坛外 游记穿着泳装 摆卖着和春奈合唱组歌 其恐怖如斯的威力 堪持眼亮 春奈决定留下来 帮助游记受卖 而游记突然拽住 正要离去的布 拜托他陪下自检 原来游记收到了一封 奇怪的信件 按照亲户内容 布陪着游记 来到学校后也扶约 俩人在等待过程中 游记突然发现 此地为学校告白圣地 而此时此刻 就算他何不 俩人带用相处 当游记想到这一切时 他害羞地后退寿命 直接撞在大树上 可奇怪的是 大树间有一个按钮开关 仿佛就像是看破 游记会撞击过来一样 随后树上掉了下一个大脸盆 声声砸中了游记脑袋 游记直接失去意识 而他身上前脑阵的 模装兵器自动启动 布被眼前的景象惊到 他无措地看着 面前的展开 就在此时 前几页碰见的奇怪大树 突然突然起走来 大树一边重复着 一声劲力一边吐血 然后将如何阻止 有机自保的方式告错过 将戒指给有机带上 模装武器随时消失 然后打出艰难的 吐露出一句转化 他告诉布 那枚戒指是模装练器 可以抑制无法控制力量 只要有机带戒指 便可以阻止暴躁 终于有机想过来 但他看到戒指后完全误会 并且丝毫听不进布的解释 另一边 陈奈一只导规的东西 终于完成 他将东西拿给优 然后就带着米斯特厅 找到布 这次又有美交流出现 而陈奈决定一起变身 原来他一直导规的东西 就是魔力修建 而刚才在幽娜里 吸出来的魔力 正好可以让陈奈 一起合不变身 然后俩人就携手 打败了米斯特厅 可陈奈却突然同样倒下 忍出粉猫 注视这一切 第二天 虽然陈奈成功在文化际上 恢复魔力 打败了米斯特厅 但他好不用运克服的魔力 却不知被什么又给夺走了 陈奈和幽化慢了 一整个白板 讲述自己为何会投的原因 但伤的讲述形势 让步完全没法理解 奇怪的是 幽完美理解内容 还开口替春奈表达想法 但春奈却意外的安静 原来春奈吸入幽的魔力代价 便是和幽一样 说得情感起伏 或说话时就感到去透 无奈之下 春奈穿上幽的一直开价 交流时也像以往的幽一样 采用本子来写些想法 照春奈的能说 他前往学圈的目的 除了制造魔力修器碗 还是去见了一个 十分了解魔力的人 但春奈完全没有讲清楚 当然是谁 文化界第二天 有机一直好好带着不给的借战 俩人交谈内容 正好被前来的幽和春奈听到 此时的幽不同意望 他被吸入过魔力之后 可以正常讲话 也可以穿上开脚位小裙子 在俩人质问部 戒指师总和摄同时 幽突然主动走向不许问 不面对幽提出的疑问 只好恭敬不如从妙 幽展开一片美好的笑容幻想 春奈在一旁十分不满 强烈要求不已对自己进幻想 但可惜部对春奈的幻想画风 似乎开走歪 部被幻想折磨 立马逃现时 春奈看见部一副死后重生样子 生气地吐出坏远 随之而来的魔力头套 让他一把将魔力修起 丢出床外 随后春奈和佑一起去享受花剑 而瑟尔拉和萨拉斯 也感受到了那股强大情形 同时瑟尔拉被要求换上 羞耻地靠走巡逻 但藏目玉灵的目的 好像骗你的方向 瑟尔拉的装扮 吸引了重要的目光 与此同时 男老师突然出现 莫受有机戒指 傍晚部再次来到 粉毛充目的地点 但这次他并没有见到她 部认为是因为自己 已经满足了现在生活 所以再也讲不到 幻想中的精灵少女了 感慨过后 部来到了文化记的最后环节 但他竟然被分配到了男老师 部眼看着 自己人生的第一只我 献给老师 据他的挫败感袭来 让他痛苦掩面 但男老师却教育他 不要只凭 说的表象的批法 又将部和美少女们同居秘密 尽数抖落出来 部不解地看着全知老师 而老师念出熟悉咒语 令部更加群伤 男老师有事一变 成了粉毛 部原本一副严正以待态度 瞬间换成了渗透表情 远处趁他跑来 大喊自己回复了 但他和优在跑相簿的同时 直接双双撂在地 俩人因为魔力变动 而发动弹 而其余学生之的粉毛 纷纷不解男老师去哪里 部听此突然领悟 原来粉毛不是仅属于自己幻觉 倒地的船呐微不较大 粉毛是大老师老师 也是最强的魔法少女克里斯 他曾惨败于魔法世界女王手下 被试了变成没有个性的中研大树诅咒 只有在喝醉酒时才可以解开诅咒 而所有骚动元凶就他 克里斯成功利用戒指和魔力吸油器 恢复了自己身体 离开之时 他将所有同学空白在口桌上 部也无法动弹 眼看着一个同学 因为内线动摇分上天 前场只剩下部和还有知乎之争者 可克里斯有的是解决知乎的办法 他将瑟拉转过来 而瑟拉正好在四小无人处戴上了猫耳 对着只能卖谋 之后也被克里斯解决了 部要求和克里斯决战 拿回春暖的魔力 但部就算是几座束缚 也完全不是克里斯的对手 克里斯到处就轻吹口线 使其变成巨大冰刺 阻碍布的前进 最后部还差点被克里斯的 萝莉外表损破 文化界骚动结束后 部将事情转出给了大老师 寻抱着 可大老师也得克里斯毫无办法 就在此时 老中的精子突然表示 自己知道克里斯弱点 于是精子来到了部的身边 他提出这样的条件 只要不娶着他 就将克里斯弱点告诉布 为此布十分红闹 夜晚不思考着取悦精的风水 就在此时 突然一个身处性感内衣的巨武少女 扑上布 布看着自己眼前不断换脑派 立刻使出300%的拳头 将自己做心想 俩人来到屋外惊叹化 现在提出希望参加一次联谊 来作为将一条件 转天的布 十分努力地组织联谊 精子看着孔岛的布落在其中 简直难以克制 自己保情 联谊直至开始 大家开始玩爽广播游戏 布总是抽到被命令的号码牌 先是被要求和被子拥抱 又被命令和精子接吻 俩人之间距离 其最结界 关键时刻 大老师闯进 打断精子 被打断的精子 差点弹发飙 布急忙将他拉到外面 为了平息 精子弄火 布提出任凭他主治的方式 来救援警报 于是精子一把刺穿布的身体 又吻上了他的身口 表达了自己对不对小知情 其实精子在这几天内 吻得很开心 但他因为受到 无法承认他人回忆的惩罚 感到痛苦 最后布上精子约定 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他 这才让精子在回去复兴后 将克里斯腰间怕脑瘾的弱点 告诉布 布得到这个弱点 反而更加烦恼了 大老师剑布如此着急 就将曾经打败过克里斯的人 推荐给他 原来除了叶之王和女王外 还有一位最强民间人 打赢过克里斯 而他正身处于布的世界中 蕾利亚被称为 S级美加勒存在 并且和优同属于第七神员 第七神员是为了 从魔装上一手中 保护民间自发集结组织 而优身上的铠甲 也出自于蕾利亚的手中 布通管德森找到蕾利亚 萨拉斯在之后出现 他将自己的演出会门票交给布 布约定一定回去 萨拉斯是满意的跑走了 隔天布拿到了蕾利亚地址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见到第一面 就是席巨而来的欧白铁脸 蕾利亚在这个世界中 担任同人之画家 同时还有这失业症 讲话到一半就会忽然睡着 他答应回帮政部 但是希望他帮助自己划演稿 布看见成对的演稿 只好拜托春奶来帮忙 但春奶一到来 就看见布被突发失事的蕾利亚 只鬼一惊要在地 等到春奶哭着跑回家哭诉时 优渴瑟拉只好带春奶重回现场 一番几时过后 三人都加入了帮忙的过程中 但刚开始简直就灾难 进程不掩误 好不容易回到正面后 布急将爽边 但在蕾利亚的劝影下 布在最后一刻赶到现场 完成约定 萨拉斯没有责任 布得迟到 反而间接偷喝了 布的咖啡牛奶 此时克里斯担任的男老师离开了 布的班旗却是老师 而新来的老师竟然是大老师 下靠后布逼动大老师 证明他为何前来 大老师表示 克里斯太过于危险 若是要与之抗衡的话 布非得成为最了不起的摩托转才行 正因如此 大老师给布提供测试 但布一旦失败 就会三人记忆 除了大老师来带老师外 春奶也横插一脚 跑来当老师 而他教授内容 当然就是如可见的 过程中春奶竟然误连出 巨区史莱姆 史莱姆将妙子等存试 她的强大腐制性 将几人的衣服侵蚀 之后在远处直呼腐离现场 布则在冷静过后 一把跳向史莱姆中 将妙子等人救出 可惜最后还是由大老师出手 才解决了史莱姆 布则是失败 并不夺记忆 几人请求大老师给自己会 最后大老师决定来自补靠 而最后面临的敌人 其实就是布自己 首先面对对手 为其大最终 其用几缠 但最后成功闯光后 还是没能看见真正布 反而让懒惰回到现实 控制布 布黑化了 他继续上学 春奈几人赶回现实践 立刻追上去 又拿起米斯特厅 决定担任他对手 黑化布一副不愿的神情 拜托又不要和喜欢他自己打 一番言论下来 教室里疯的疯 晕得晕 现场混乱一遍 春奈听不下去 一脚就黑化布撤回到搜场 又和黑化布对战 但又面对布 总是能够地哭泣 下不去狠手 最终春奈出手 在两人的共同动力下 布恢复了眼药 但春奈还没有反应过来 继续颠绝布 一时间血滑四溅 与此同时 世界里影边 一个抱着小狮子 头戴王国的美少女 观察布 而完稿后来的莉莉亚 正在街边关东主 和克里斯相会 小剧场 之后和春奈 打赌要进行 跳蚤市场的银额比拼 但春奈的生意 却不怎么好 而反观其他台湾上 妙子和萨拉等的生意 却出去得好 不通过观察发觉真相 但当他要将视野线 就是秘诀 告诉春奈时 却看见了春奈 一马平成的伙伴 春奈大恨 自己才不需要这种帮助 然而众人都来到 春奈台湾上帮忙 但随着太阳逐渐下沉 知乎色情书各的生意 逐渐好转 春奈的胜利之路 遥遥无期 突然春奈的商品中 出现了知乎此情的目点 斯尔拉穿过的贴身一握 最终知乎 交出自己的全部银额 买下了那些商品 而在一旁的布 却不小心引下了奇怪的饮料 身体逐渐透明 除此之外 春奈贩卖的商品中 还混入了意想不到的物品 根据推测 应该是学校内的 一个年轻女生买走了 布因此被委托 一颗透明之身 潜入明天全校女生体检 调查到底是 哪位女生买走了 第二天 透明人布 关着身子 来到充满诱惑的体能测试 他仔细观察大家 不慎碰到了妙子欧派 比起直流了他 大感加价有不妙 此时萨拉斯发现了他的存在 他一把摸向布的屁股 确认身份 在听到过程讲述后 萨拉斯决定帮补寻找 而布的隐身时间正好到点 他急忙躲到角落里 可实在没有衣服穿了他 即将有被人发现 还好进来的是妙子 妙子没有过多询问布原因 他贴心地将自己的衣物放一波 布在换上衣服时 发现了自己找寻东西 可当他将东西照顾春奈时 春奈这家伙竟然搞错真假 这次布生气地 将剪其的饮料一样不下 随后奇葛的变化再次发生 这次布拥有了透视功能 等到专人发现后 萨拉一脚转跃波 春奈则横跨在补身上 就要揍他 但布看扬春奈 发现他竟然没有穿 第二集完结 可惜就太短了 其中新出现的 凸鞋大叔和王冠少女 都还没有正式介绍 而某具武器和克里斯的恨意 也都还没有讲述到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继续查看小时内容 但过程中搞过的恶趣味 猛出笑点 人为大叔有力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毛群人的不问说 如果你觉得 阿神解释的还行的话 还请多的手指 点赞对我们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e